還有呢 台灣遊客到日本的時候 真的要注重當地的禮儀 還有規則 在上個月呢 石原島發生台灣旅客 因為事故而汽車逃雨的事情 所以有租車業者在網站上特別公告 要台灣人要注意安全 不過現在又傳出有京都的餐廳 因為台灣人常常是預約之後 又沒有出現 所以現在也停止接受預約 古色古香充滿日式風情的用餐環境 日本京都這家鰻魚料理餐廳 是很多台灣人由京都必去的名店 但現在卻傳出 因為台灣人常常預約了又不出現 店家決定要取消預約制度 成為旅客們熱議的話題 對台灣人就是會有負面影響 我們台灣的話 有一些比較不好的習慣 我們都約一約之後 本來想要去 結果沒有去 不只鰻魚料理也有網友指出 京都一家受洗燒的名店 也同樣取消了預約制 到底是不是因為台灣人所造成 兩家店因為都在休假 並沒有回應 不過經常到日本旅遊的部落客 對這樣的說法並不意外 因為日本餐廳的預約制 跟台灣大不同 日本的餐廳不會像台灣餐廳說 我幫你保留15分鐘 我就幫你取消 沒有 日本餐廳就真的留在那裡 留到沒有 不讓客人進來坐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是風俗民情的不同 除了取消餐廳及旅館的預約 一定要提早通知 專家建議到日本租車 也應該要注重當地的遊戲規則 租車業者 腳踏車業者也是這樣說 他們是說外國人造勢率相對的高 而且造勢以後 他們就汽車逃逸了 他們甚至不把車交回來 也不會打電話去通報警方 上個月在日本石原島 也有台灣旅客租車 發生交通事故 卻汽車逃離 讓租車業者直接在網路上貼出公告 點名台灣人應該要注重安全 雖然只是個別旅客的行為 但還是讓台灣人貼上了 不守規則的標籤 記者林正午郭峻林 台北報導